以下节目由高灯眼镜赞助播出 你好我是沈凌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天下纵横谈 很多人可能会以为 其实近视并不是什么疾病 所以近视呢戴个眼镜就行了 殊不知其实近视呢 对人的眼睛或者是人体 是有很大的危害的 在今天天下纵横谈 非常荣幸邀请到了眼科医学博士 也就是梁伟欣医学博士 跟我们讨论一下 其实近视对于眼睛 甚至是人体的伤害到底有多高 梁伯师你好 你好 我想要请问一下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戴眼镜 其实真的没什么近视嘛 不过就戴个眼镜就好啦 近视对人体真的有危害吗 其实除了要戴眼镜以外 其实好像没有什么所谓啊 我不介意戴眼镜 其实啊近视是因为眼睛变得太长 不是不合理的太长 所以呢这个光线啊 光进去眼睛啊 就不是投在那个视网膜上面 就会投在因为眼睛变长了 就投在那个视网膜前面 所以看东西不清楚 又带进去去focus一下 要眼球变大了 又变长了就是等于一个气球一样 因为气球越大就会破 当然眼睛不会破啊 但是会变成有裂痕啊 这会拉长了会视网膜了 这会有种变化 有说影子有视网膜脱落啊 有裂痕啊 有机会拿到眼病的机会 会多很多 所以其实近视并不是一个 我们觉得好像不需要担心的 就是戴个眼睛而已 近视呢因为眼球变长了 对不对 所以就会变得 其实就像你刚说的气球一样 会越胀越大 这样反而有可能会造成 视网膜脱落是吗 对视网膜脱落对眼睛有什么伤害吗 视网膜脱落了是一个很严重的眼病 那一般呢 越高度数呢 度数越高就越有这个机会 这机会比较多一点 OK 譬如一个是100度近视的比较浅 跟一个500度以上的话就去比较了 这可以有在医生里面 可以有那个发生有那个视网膜脱落机会 是高了百分 要高了20倍 20倍 所以100度的人视网膜脱落可能不会这么高 可是500度以上的人有高20倍的机会 让视网膜脱落 没错 哇 所以近视还是很危险的 所以以千度的话 就更严重的机会 可以有那个视网膜脱落的机会会更多 梁博士 视网膜脱落会怎么样 脱落的是 这个开始是有个裂痕了 所以不是很明显 但是一脱下来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个有部分的视力 旁边的视网 视野就可能上面啊 可能旁边啊 小了一点点 那那时候就要马上去做手术 就再补了 所以就贴 贴上去 把它贴回去 OK 然后视力才有可能恢复 如果太晚的话 整个视网膜脱落就可以失明的 整个视网膜脱落的话就会失明 可是这是因为近视度数太深的缘故 除了视网膜脱落之外 近视深还会造成什么样其他的眼睛 那除了视网膜脱落 刚才说 视网膜脱落就是 也会开始可以看到有的非人症 然后慢慢的 也不是每个非人症会有视网膜脱落 但是机会比较多一点 OK 除了视网膜脱落以外 另外一个眼病是近视引致的 叫Myopic Maculopathy 就是一个眼底黄斑的变化 是近视引致的黄斑的变化 这个是一个更可怕的病 这个是没有可以挽救的 没有办法可以挽救 因为近视而引起的眼睛黄斑病变 这个是无法挽救的 为什么是无法挽救 因为是没有手术可以跟他弄好 暂时来说 OK 怎么样 就是如果我今天气势很高 我会有感觉 就是得到黄斑病变吗 还是这个一定要眼科医生来检查才知道 对啊 在如果知道是很晚的了 但是也知道也没有什么可以控制 因为眼睛一直变成拉到眼睛的角膜 那个王斑的地方就变得有点退化 所以最好的治疗是控制不让他度数 最好的治疗是控制近视的度数 不要让近视度数一直持续的加深 这样子才不会让眼睛继续有其他的疾病产生 就像刚才梁博士所提到的 其实近视真的不要小看 它不是一个小小的问题而已 近视也有可能会引起你的视网摩托洛 甚至是近视引起的黄斑病变 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让你的近视度数不要假深